在好几百年没有干过的泉眼里 居然抓到了一个奇怪的鱼 没想到在我家居然发生了变异 这是五岁的泉眼 听说这个泉眼好几百年都没干过 里面还出现过好多怪鱼 这是我上午下的网 看看里头有没有怪鱼 当我把网拉上来的时候 都没有看到鱼 正当我失望的时候 这个网里居然钻出了一条鱼 好像是一条泥秀 但是这个野泥秀和普通泥秀不一样 它的尾巴居然是红色的 把它带回家拿回去养吧 这个泥秀刚到我家还是黑色的 它居然变成了黄金泥秀 它怎么变得金黄金黄的呢 就连这个桶里的嘴都变成黄色的了 这个嘴是不是泥秀撒的尿变黄的呢 让我们再观察一下 这个黄金泥秀 它绝对不是放上的黄金泥秀 因为放上的黄金泥秀的眼睛是红色的 我就纳闷了 这几天怎么会变异呢 我先给大家分析一下 这个鱼和桶放在地上 现在我们东北地热 不许会是地上太热了 把它烤上黄色了 还有一种可能是 这个桶是白色的 这个泥秀会因旁边的颜色改变 它的身体也改变 老铁们还有其他的原因吗 能把这个泥秀变黄 当我抓它的时候 它居然穿了出来 它的野性太强了 它不会是一种神鱼吧 就是那种动画片中 被许愿称臣的鱼 要是是的话 老铁们你有什么心愿 拿在我的边边去